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远应该用 past tense 有两个选择 如果一不小心讲了 I am going to call you 人家也会莫名其妙 怎么好好地讲开电话会讲将来的事呢 学习英文动辞的时态 与其拿着一本书 死做练习 倒不如从生活取材 这更容易明白的道理 想像你是餐厅的时应 你专职和人倒咖啡 你拿着一杯咖啡 见到那边有个男客进来坐下 你就自动进去 你问先生要不要咖啡 英语最好就用这句 Would you like coffee sir 当然你可以问 Do you want coffee sir 两句比较上来 Would like好过 want 因为客气一点 想像的情况稍变 你拿着一杯咖啡 有个同事来通知你 那边的男客要咖啡 你就迷在客那里 先生 你是不是要咖啡 留意中文那两句 要不要咖啡和是不是要咖啡 两个问题是有分别的 是不是要咖啡呢 是求证的 英语应该这样讲 Did you want coffee sir Did 是 past tense 如果客人坐下 要求要咖啡 你迷在去再问 Would you like coffee sir 这样就明知顾问 不是好事来 中英两种语言最大 也都最麻烦的分别 就在于动词的时态 中文根本就没有时态 有人说一件事给你听 有个人叫David 常常都惹是非的 你朋友对你说 David is in trouble again David又有麻烦 你听到反应可能就是 我早撩到的了 英语怎么说呢 英语可以用的习惯语话 I thought as much I thought as much 留意这个动词是thought 是 past tense 英文 I thought 是过去识 中文早撩到的关键 就在一个早字那里 看到一个例子 你早撩到你的朋友 这个星期日不想出席某个宴会 但是照例地问他一句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ty 你朋友听到之后 这样回答你 no, I don't want to go 你的反应就是 我早想着你不想去的了 英语可以这样说 I didn't think you would I didn't 又是过去识 一下子不小心说了 I don't think 这样人家听到会莫名其妙 你和我聊天 说到某一件事 它的看法令到你所谓谋塞钝开 你很坦白地说 我从没这么想过 从没这么想过 英语怎么说呢 首先动词是过去识 就肯定的了 因为没有想过 肯定是过去的事 但是即使past tense都好 都有simple past past continuous past perfect 选择哪一个好呢 我们分析一下时间 你朋友刚才说了一件事给你听 是过去识 c-teen 你没有这么想过 因此选择的应该是past perfect tense 整句英语就是 I hadn't thought of that 如果不懂 grammar 很难掌握这样的语句 如果你说 I haven't thought of that 用个present perfect tense 意思就是到现在都没想过 意思实上就是 你朋友没告诉你之前 没想过 所以就用个past perfect tense 要说 I hadn't thought of that 我先不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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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说明了